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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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再来我是洛杉矶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副会长吴兆峰 兆峰兄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两大重要的外交活动 我们先来说这个中亚五国和中国的峰会 我们看到中亚五国加中国六国 然后再加一个厄里特利亚 台湾好像把它译成厄里垂亚 总共七个国家 正好七大工业国也是七个国家 所以两大集团正在外交上角力 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 七大工业国都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 而中国这六个小兄弟 恰恰是全世界最穷或者是比较穷的国家 先请教兆峰兄 这次中国的中亚和中国峰会 加上厄里特利亚的元首到中国访问 跟七大工业国的峰会是碰巧在一起 还是按我们通常人说法是在别苗头呢 其实我觉得都有 就像我们之前几个单元只有讲过 我当时有讲到就是说 其实现在新冷战的局势已经来了 那现在整个全世界地缘政治变得就是中国 要拉拢中亚国家跟非洲 然后变成它自己本身的一个新的经济圈 然后当然美国它就是从自由世界的角度发展 七大工业国全部都在所谓的民主自由世界里面 那由美国为首 所以两边都是呼 不是说忽然他们想要互相互别苗头 而是他们本质上面已经在为互别苗头的局势做准备了 所以我相信未来这样子的一个两边有这样子分别的开会 是会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多 然后越来越有建设性 那也会造成两边的势力分道扬镳 那我们这次看到中亚他们其实跟非洲一样 不是只有说他们本身都是比较穷的国家 而是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还在处于极权主义之下 所以对中国来讲是反而很符合他们的胃口 第一点他们了解这些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心 物以内聚 所以都是找这些国家来跟自己结成一个同盟 而且这次经过这俄乌战争之后 中亚国家发现他们少了一个老大哥 他们现在只剩下中国可以依靠了 原来的老大哥已经不可靠了 对 那另一方面他们其实面对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 当现在自由世界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中国合作 然后经由中国这样子的管道来把他们的产品 卖到自由世界国家的经济实体的时候 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状况 我们知道说当这一次几个冬天前的那时候 在中亚地区的有一个寒冬 那时候光是天然气的供应问题就像Kazakhstan 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危机 所以往后的这些极权主义国家 他们想要做的就是能够更妥善的去控制这些人民 这一次这样子中亚峰会呢 等一等的也是希望中国能在这方面提供给他们一些技术上面 或是说在这个政治方面经济上面的援助 让他们能够更妥善的控制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民 然后同时呢为这个未来的中亚非洲的 还有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共荣圈呢 做出贡献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们在谈的话题呢 会很类似七大工业国的谈的话题就是怎么样去抗衡 另外一边来的威胁 那七大工业国很明显 他们这一次呢会谈得出恶务战争 然后呢还有这个未来这个怎么样去跟这样子新的一个 中国为首的这样子一个势力抗衡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这次两边谈的主题呢 都是跟对方有关 但是呢其实他们都自己来捐打自己的议程 其实我们看到中亚五国现在他们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但是他们经济一直不发达 而恰恰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必须要通过这个中亚五国这个地带 如果中国这么重视一带一路的话 这说明中国在国际上跟美国抗衡 试图来这个取代美国的霸权 这个雄心还没有消失 但是问题是 这六个穷朋友跟中国在一起 中国要施展自己的国际战略的话 必须要付出十分大的经济代价 中国在接下来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极大工业国的峰会 对中国的经济的围堵 中国还能够有这个实力去让这些穷国家 不但跟着自己走 还要自己付出巨大代价 来维持这种同盟关系 中国还有这个能力吗 我想中国一直过去很想要取代美国 那他们也很了解美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今天的世界霸主 就是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呢 就是以美元为本位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实体 那不管贩卖石油啊 还是说其他不同的经贸都是用美元 那美国既然美元这么强大的话呢 他们也很自然而然的就是知道说 他们可以无限制的去印钞票 然后来让自己本身的能够去负担这些庞大的开销 不只是他们自己国内本身的那个内政需要 还有包括外交方面的这样子的精源 很多的过去的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跟美国借钱 之后呢最后都怎么样呢 就是美国取消了这些债务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从别的地方 到他们所要的改变跟利益 当然美国他们要求他们做的改变 通常都跟理想比较有关系 比方说人权方面的改善啊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那个自由经济 方面的那个维持等等 但是中国他当然他们重点不会在这方面 他们可能像中亚国家可能会 要求更多的矿产的开采权或其他资源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access 所以我相信这个中国他们已经考虑到说 未来呢他们如果变成一个两个不同的势力的话呢 很可能这些国家都必须要把人民币 或者说把他们的这样子货币呢 中国所属于的货币呢 当做他们本位的这样子的一个货币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实力来看的话呢 中国很有可能能够去考虑到说 未来有这样子经济的实力 去负担这些国家所要的那个经济效益 再来就是说其实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要的不多 他们其实基本上来讲 大部分人民只图个温饱 比起自由世界国家 可能他们要个新的iPhone啊 然后要新的那个科技 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在奢侈品上面 那对于中国来讲 他们可能觉得说 对于非洲还有中亚这些呢 至少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呢 他们是可以负担他们的经济的 用比较一个低的物质财富的要求 就可以满足他们 但是关键是在于 现在中国跟这些国家结成了一个同盟 最重要是经济上的同盟 这个经济同盟呢 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金砖七国 最近在密集讨论要取代美元 但是问题是人民币 没有办法在国际上自由兑换 这个取代美元就有个天然的 一道鸿宫没有办法逾越 那么中国如果是跟这些国家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中亚五国 包括跟这个什么印度啊 巴西啊这些国家 用人民币做贸易的话 这能够解决国与国的贸易问题 但是国际贸易 中国能够突破这个圈子吗 金砖兄怎么看 人民币一直想试图取代美元 这个是雄心不减 但是事实上呢 它最大的这个障碍就是 它的这个所谓的 是不是能够自由兑换 这就是它的造门之所在 所以说呢 美元为什么还是有 它自己的独特地位是 美国也不怕举债 也可以印钞票 所以美国在某种程度上 是在金融上 是有很大的优势 是因为全球畅行无阻 而且信赖的是美元的 这个可以兑换的 畅行无阻有个前提是 你要自由兑换啊 因为你拿着美元到全世界 几乎全世界吧应该说 可能到伊朗不行 你都可以换到本国的货币 那国际贸易当中 如果你用人民币交易的话 我卖了货给你我收回人民币 人民币我如果只能在你身上用的话 那问题就大了 但是如果自由兑换的话 那么人民币问题就大了 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很多国家 如果持有太多人民币的时候 它因为有地方可以去 购买它所需要的这个物资的话 所以这个人民币对它来讲 持有越多 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 持有风险也会加大 但是如果自由兑换用美元 相对来看的话 我缺有太多美元 我根本一点担忧都没有 因为我随时可以转换成其他的资产 就是我的资产转换性非常高 甚至有的人甚至都会把这个东西 再转换成美债 那当然美债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不讲说这个美债 为什么这个拜登有这样的信心 是因为今天他要用这个经济的 所有的新的圈子 在新冷战这个时候 新冷战不只是在对抗 所谓的文明价值 还有这些所谓的金融 还有科技 各项方面是美国必须要知道说 今天我们有需求跟生产两个方面 在这个中国跟所谓中央五国 这些的圈子呢 基本上是因为中国有很大的产能 可以过剩 可以对外输出 所以基本上呢 他怎么不做呢 他还是有这些产能的 这个所谓充沛 丰沛的这些能量在 当然他人口红利一直在降低中 但是呢 今天美国重组 这个所谓的生产线的时候 他把这些的依赖 的移转到其他的国家 或者信赖的这些同盟的时候 他在重组这个产业链的时候 让中国发现这个危机 当然他一带一路过去 就是因为他有足够的供给 所以说不管有没有这样子的 所谓的需求 他可以沿着这个一条路 一直到这个所谓到欧洲 我们把这个逻辑给大家理一下 中国为什么经济改革开放30年 能够迅猛发展 关键是在于美国的订单 中国的生产能力 这是一个基本的框架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发展的 应该说过快 导致了有这个产品的过剩 过剩怎么办呢 那中国就发现了 把这些东西通过一带一路 运输到比如说像中亚国家 像东南亚国家 像这个南欧国家 运到这些国家去呢 可以让中国的产能 过剩的问题可以解决 这个过程当中啊 如果是国际贸易的话 中国可以吸纳大量的外汇 就是美元或者是欧元 那么这对中国来说 应该是个良性循环 因为我把东西卖出去 我收回了有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 那我可以拿这个外汇呢 再去发展经济 但是现在美国订单正在消失 这是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一个围堵 因为包括现在欧盟讲得非常清楚 它跟美国的调子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不会跟中国脱钩 但是我们会追求我们的经济安全 我们会有一个安全的 分散的供应链 所谓的分散供应链 指的就是当初这个生产供应链 太过依赖中国 导致中国一旦出问题的话 中国一旦发脾气的话 全世界都会受影响 所以现在欧盟跟美国这些国家 要分散生产供应链 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 那么换句话来说 就是订单将会从中国消失 订单从中国消失 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依靠它原有的基础 靠它的惯性 它还是能够有大量产品的产生 产生产品之后 现在我们看到 包括跟中亚五国也好 跟非洲国家这些交往也好 中国的工业产品 确实可以卖给这些国家 但是卖给这些国家 换回来的却不是美元 那金链兄怎么看 这个货币关系的改变 对中国未来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这个营养的供给 如果所以过去来讲 在各个地方又可以大畅其消其路 跟它所谓的获畅其流 然后获畅其流 获得的是一个高价值的一个所谓资产的话 比如说获得美元 获得这个所谓的欧元 这些对中国来讲的这个经济的循环 是非常好 就是好像打了营养针 我又一直功力一直在加倍 但是它这一段营养针 断了这个所谓的输入的话 它换成是所谓的人民币 对方它拥有自己的币值 或者是对方国家的货币 那个没有这个所谓的 或者是用石油和天然气 这种所谓的战略物资来以物易物 我想都是中国未来跟中亚国家 跟这个俄罗斯之间的所谓的贸易 但是这种贸易的问题是 我拿回来的东西 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可能会用于 我国内的经济建设 可能会用于我的军事发展 但是问题它是单一的 它没有办法转化成多种价值 是 所以这个价值性 已经大大削减 所以这是中国主要面临的 这个经济难题 是因为它的经济的 这个所谓最大的营养的输入卖 已经被断绝了 它反而是用过剩的产能在输出 所换来的东西 所以可能是平价 或者是比原来价值更低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以前一带一路 甚至它所兑换的是 所谓战略的要点 所以说中国 金英雄讲的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中国给你援助 但是你如果还不起债的话 我就把你的战略要点的基础 设施给拿过来 看起来对这个整体的环球战略来说 是个非常正面的帮助 因为美军为什么在全世界 建立这么多军事基地 为的就是在未来国际上 在国际战略上 一旦发生有问题的话 美军可以用这些军事基地 中国似乎也想跟美国学这一招 制胜的一招 但是问题是 当你拿到这个战略要地之后 它是不会给你产生经济效益的 它会给你产生一个战略的效应 但是这个战略的效应 反过来说 还是要你拿钱进去来维护保养它 并且你还有一个 不能在当地引起民族情绪 接下来中国还会像在这个 巴基斯坦一样出现 像这个巴基斯坦的港口 类似这种基础设施的事件吗 是 所以因为中国这些一带一路 所换成的这个所谓的战略的要点 所谓的这个制高 或者是说攫取的时候 其实也受到这个很多 自由世界国家的侧目 所以说大家就对它的警戒跟反方越高 就是说你今天经济的繁荣 所以所造成是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控制全世界 这是欧盟的这个外交代表说的 所以大家你看连南韩的转向就这样子 因为很多东西经济自由 这个在追求经济最高点的时候 不要忘了自由 还有包含国家安全 在这些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前提更大的是 每个国家自我安全 自由跟安全在评量的时候呢 就远远超过这经济的攫取 所以连南韩会转向说 它必须靠边站 要站到美国队来这边 它也发现它国家安全 也有可能比它的经济的 所获得的这个 获得更大的重要性 必须被关注 所以我觉得现在两边的壁垒 越来越分明是因为 现在已经所谓打的新冷战 已经不是只有纯粹说 我们要的是中国的市场 或中国的经济价值 而是今天先确保 大家的价值已经一致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讨论经济 其实这一点呢 我跟一些台湾朋友聊过 很多台湾朋友觉得 哎呀 现在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大陆 离开中国大陆 我们的市场就没有了 那我问一个问题 当初在中国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 没有任何中国市场存在 为什么台湾可以变成亚洲四小龙 其实这个问题 好像现在突然 像南韩这些国家也想明白 当年我们没有中国市场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亚洲四小龙 是因为我们跟美国的 生产供应链的捆绑在一起 那似乎现在又回到一个 走回一个老路上去 但是现在中国的策略是 我抓住这些所谓的穷国家 而这些穷国家 他们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我控制了战略地位 我就可以跟美国抗衡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 厄里特利亚 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 它是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的 如果你用厄里特利亚独立的 这个方程式来套到台湾身上 完全符合国际规则 只要你的公民自觉 认为你要独立 而联合国又承认 那所以全世界都承认你 所以中国对这样一个国家 按道理说 不应该把它放到一个 这么高的位置 但是问题是厄里特利亚 它是一个濒临红海的国家 红海对于未来的整个中东 乃至贯穿欧亚的 这个战略要点的时候 非常重要 所以中国十分看重它 但是我们还是用那个话题 像厄里特利亚这样穷到 可以说连饭都吃不起的国家 跟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经济水平同等国家 中国如果要把它拉在自己身边的话 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这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还能够支撑下去吗 所以说你看这个所谓的 这个独裁者的想法 会跟自由世界的领袖 是想法不一样 因为对他来讲 怎么样维持他的政权不坠 如何在这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 或甚至他所谓的 他新的忍战的团队里面 当老大 其实俄罗斯已经远然 快变成中国的所谓的小老弟了 所以基本上中国他要发展这个战略 他就算牺牲所谓的经济对他来讲 其实这个是不足道义 因为对他来讲 这个所谓的统领的 这个所谓的领袖权 再加上对世界的这些战略的 这些崛起 远大于他所谓经济的衰退 或者是人民对经济繁荣的向往 这些对他来讲 其实已经变成是其次的重点 或甚至他可以不屑一顾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 所谓要做的是他所谓的强国梦 这强国梦并不是说建筑在 所有的人民的所谓的繁荣 或者是幸福 或者经济的满足 已经不是这个所谓的 他们领袖 或他们所谓独裁者 眼中最大的一块 所谓最需要的一个 所谓达到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跟 美国在快速的抗衡中 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优势 所以他在外交上 是不是有看到 某些情况下 他试图要得到一个 所谓的左右逢源 但事实上最后会变成左右为难 所以赵富翔想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观点 就是美中关系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跟台湾是有密切的关系 美中友好的时候 中国在美国身上 得到了非常多的 一个经济上的帮助 令到中国可以用美国的订单 靠中国的生产能力 让中国改革开放 三十年迅猛发展 美中之间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对抗呢 其实当然有这个国际战略的考量 但是其实台湾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为中国总是有统一大梦 统一大梦最大的障碍是谁呢 在中国看来不是台湾两千多万民众 而是美国 美国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大梦 所以如果中国要统一的话 必须要先把美国去除掉 这种原因导致了美中从友好 从合作变成了对抗 接下来台湾问题 还会是美中之间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我们看到布林肯 沙利文跟王毅在奥地利 两个人会谈了两天 有些说是八个小时 有些说是十个小时 那么美中现在很明显 作为美国来说 想跟中国沟通 中国也想跟美国沟通 但是双方的条件 有点像俄乌谈判的条件一样 相差的太远 因为在王毅见沙利文的时候 还特别强调台湾是美中之间 首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如果中国要想用国际上的战略要点 控制在中国手上 来跟美国抗衡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看 其他工业国峰会 这一次元首峰会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最大的特别的地方 当时这次七大工业国 我们知道说之前的日本 等于是我们都有猜到 就是说他可能受了美国的意义 然后跟不同的工业国 等于是代表他们做谈判的角色 但这一次我们看到七大工业国 他选择的地点在哪里 在广岛 广岛之前是什么 是核弹爆炸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我们把话题拉出来 中国跟日本之间不可以提南京 因为南京大屠杀 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可以提上海 因为有这个松户战抗战 这些话题都是中日一旦谈起来 就会引起双方的这个争执 所以在中日友好的时候 这些话题被掩盖起来了 但是一旦中国想在某些方面 去牵制日本的时候 南京大屠杀 松户抗战 包括什么魏安妇 等等这些 又会拿出来作为中日之间 接下来发展关系的一个筹码 但是你看美日之间在这方面 对 因为其实核弹一直都是 美日中间他们的 他们版本的南京大屠杀 对于日本来讲 他们一直希望就是说 美国可以救这个之前 丢原子弹这件事情 有一个可能是某种方面的程度 表示哀悼 表示痛心愧疚哀悼之类的 对 但其实美国一直在这方面 非常坚持 因为他们觉得说原子弹 就是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最主要的一个武器 但是这次很明显看出来说 美日在这方面 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尴尬 就是好 那你选择广岛的话 我们不要去谈 我们就要谈正事 我们先说选择广岛 一定是日本方面选择 是他的东道主 所以他选择广岛 因为岸田文雄他本身 就是非常反核的一个首相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这一次 他们谈的话题非常多元 而且都是美国工业国 他们着重的一些重点 我相信这次呢 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因为大家不再是 由几个大国来决定 这次的议程是什么 而是美国家都可以把他们 觉得重要的东西拿出来讨论 那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共识 得到一个让步 那俄乌战争 气候变迁 和那个核武裁员 这基本上来讲 都是会拿出来讨论的 而且感觉好像是 他们都不相关 但是呢 其实到面对中国新来的威胁呢 这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地方 所以这次西大工业峰会 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它会接下来影响 往后的时间 世界格局的变化 而且台湾一定是在 这个议题里面的一个中心点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七大工业峰这次峰会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